在Yepser Time Lock中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從來在香港市場 甚至乎二手號 又或者私人市場 未見過的特別款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款 Bulgari Auto Filippismo 你也看過我的Time Lock中 介紹過鋼、鈣、鈣、某些限量款 這款皮帶款式 表面是深黑色 起初還以為是蛋白石 好像安力石一樣 其實不是一個漆黑的表面 而這款手錶的強勁之處 是一款充滿Petylum 相信人們會買鋼、鈣、鈣 Petylum實在是很華麗的金屬色彩 同時價錢很華麗 有一個不是用了餅 而是做了一個Power Reserve 在後面 我覺得Filippismo 應該是近世代設計得很特色的手錶 令到Bulgari手錶的商業 亦有一個很大的收益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買Filippismo 它的二手和新錶價錢很相近 很多人覺得這個價位 你要有些特色都不太容易找到 尤其是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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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鈣 是做得很漂亮 看到Petylum學的打磨了 當然在我們這些影片看 看不得很特別 它鋼和Petylum的分別 如果你拿著手 它有一種比較冷淨的金屬色 跟我們鋼的閃是不同的 那些鈣是白金的 就像Petylum 為了令這隻手錶比較挺身 它的帶子不是這樣收起來 有兩個金屬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換帶子 最好去專門店 否則是很困難的 這個程序 這隻手錶 事實上我相信沒有什麼人玩過 或者見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上手好不好 這隻手錶當然是非常有特色 我認識一個做工程的朋友 修讀工程 他說這隻手錶是建築上的尾殼 我當然不喜歡說什麼 不過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也推薦大家買一隻Petylum 因為它真的在手上很好看 而且很值得收藏 不僅是樣色和機心都做得很好 多謝大家